大家好,我叫杨丽 我今年27岁,然后来自河北,然后我单身 谢谢你们对我的鼓励 单身没什么,就平时你觉得没什么很自由 你就是想干嘛干嘛,干嘛也没人管 死了也没人知道 你最害怕的就是过年的时候 就是你一定会遇到那种逼婚的情况 就是我妈是那种很特别的逼婚方式 她会在回家以后突然吃着吃饭停下来 开始打量我 然后看了一会儿以后突然过来拍摆我的头 跟我说杨丽,杨湘西你可以的 我第一次觉得有的时候鼓励的话 比脏话难听多了 而且不光父母,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 连我弟都不会放过我 你知道今天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弟突然看着我一本正经 他说姐,这么多年了 你为啥不找个男朋友啊 我说,那你为啥不上清华呀 是因为不喜欢吗 何必呢 谈恋爱真的太难了 就是比上清华还难 第一点最难的就是 你一定要放低你的标准 就是我作为一个待生很久的人 我经常绝望地发现 那些比我优秀很多的女生 他们的男朋友 我竟然都看不上 就是 我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你知道吧 就那种好比说人家国际一线大品牌 都跳楼大甩卖了 我一个三线普通小品牌 还要逆势涨价 然后对人家要求还很高 还说你不要光看外表啊 来来来,你了解一下我的创作理念啊 而且我跟你说一定要放低标准 我跟你说现在来说 要歌员来的话 谢谢脱口秀演员 我一个也看不上 但现在的话我觉得 除了CY都行 调玩笑的啊 有点夸张的你知道吗 CY也行 四个人都行 第二点很难的就是 你一定要学会装傻 就一定要学会装傻 就是不管他跟你说什么 你都假装听不懂 你都瞪大脸就问他说 傻意思啊 互联网 傻意思啊 这样很快你知道 你就会不如婚姻的殿堂了 还有一点很难就是 当你们在一起以后 当他深情的叫你宝宝的时候 你一定要忍住那股恶心 你知道吗 就是 我想说 怎么了 叫什么宝宝 大概都是成年人 彼此放尊重一些 不好吗 就是这样的人 等你们年纪大了怎么办 你们能想象 余老师被叫宝宝吗 他老婆一见到他 宝宝 又抽烟呢 真的就是恋爱中 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 是不能展示轻易的自己的 我展示过 结果 单身到现在了 你知道就是 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有一天晚自习 你知道 我正在和我喜欢的男生 一起愉快地嬉戏打闹 你知道 并且时不时发出一些 引领般的笑声 然后正在这个时候 我就越来越兴奋 我就开始特别大力地 晃动我的身体 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意外 就是我发现一股气体 你知道 就是 从我的肠道里 跑了出来 而且它还不是那种 特别低调的气体 它是很高调的 它在出来的同时 还要向世界大声地宣布 说我放出来了 我跟你说宣布的声音之大 都盖过了我们 引领般的笑声 当时 我方圆周围十个人 全都安静了 我当时看着 那个男生的表情 我就知道 我的初恋 结束了 真的 我真的有很多毛病 就如果我真的 做自己的话 别说谈恋爱 我连节目都上不了 你们知道 我第一次录完节目以后 答应周 给我的反馈是啥吗 他跟我说 最好 不要在镜头面前 挖鼻孔 我当时想说 一天了 你们从早拍到晚 谁能保证 一天不挖鼻孔 他说 除了你都能 你控制一下 这样播出不好 我说你播呗 说不定播出以后 会有观众觉得 这个女的手长得挺好看的 有一种 让人无法忽略的美呢 然后他说 如果你真的控制不住 特别想挖的话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挖 你知道吗 我当时想说 这个好 这有点太像敬酒了吧 你知道吗 感觉可以说来走一个 那种 就是不好吧 但一下我就理解了艺人 就是当公众人物 真的很难 就好像 你成为了公众人物 你就有义务 把自己那种 又真实 又丑陋的一面 隐藏起来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 他们面临的问题 可能跟我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我吧 我的问题就是 我明明想这样 你知道吗 但是我却只能这样 就像有一些 少年偶像组合的成员 你知道吧 他们平时呢 在镜头前 左手右手的 都要慢动作的 放在这边是吧 但他私下里的时候 其实最想放的是在这儿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有些事情 还是很正常的 人家好不容易隐藏起来的 我们就不要挖了 就是都经不起挖 你知道如果说 你真的看到他挖笔 你真的看到他干嘛了的话 别说是拍到 你居然亲眼见到了 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反应 我觉得很丢脸 像没见过世面似的 你就淡淡地 像他女朋友一样 问他一句 宝宝 又抽烟呢 谢谢 感觉今天 上场之前是编导 和主持人对我联合的羞辱 你知道吗 对 其实我不紧张了 因为我已经放弃了 你知道吗 我已经打算收拾东西回家了 我觉得老家挺好的 大城市太累了 对 大家好 我是杨丽 然后 我又来了 我最近 整个人产生了一些变化 你知道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孩子了 就是 我现在竟然会喜欢孩子 喜欢到在地铁上 主动给他们让座的程度 我当时杨丽 你是天使吗 你知道原来一定也不会有这种情况 原来在地铁上 我就没见过孩子 你知道吗 因为孩子上来的时候 我都正好在睡觉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困 如果有人叫醒我的话 就说 你好 你能给这个小朋友让个座吗 我就会对那个孩子说 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就是 要学会自己承担生活的苦与乐 你摔就摔 不要喊啊 公共场合 不要大声喧哗 但现在我就不 现在我见到一个孩子 我就很激动 我就恨不得主动上前说 小朋友 阿姨这有个座 你要不要啊 不要啊 那阿姨 这还有个阿姨 你要不要啊 就很喜欢孩子 你知道吗 更夸张的是 我前几天 在坐火车的时候 我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小女孩 你知道吗 那个小女孩全程 我跟你说 五个小时 我竟然没有一次产生那种 想殴打她的冲动 我真的是变了 那个小女孩一直 全程一直在跑 然后跑 跳各种唱歌 跳舞 唱公主群 还会转圈圈 你知道吧 路过我的时候 她会看我一眼 好像在说 你看我年轻吗 你看你这么大年龙了还单身 你这辈子还有机会 生我这么可爱的孩子吗 但是 你知道我依然觉得 她好可爱 好想生她呀 让我生她好吗 我都不明白 就我为啥这么喜欢孩子 跟喝多了似的 难道是喝了 让你懂生活 我更快乐的老村长酒 看啥都挺快乐 是吧 但不是 是因为 好像是随着年龄的增大 我的母性被唤醒了 就是 随着年龄的增大 你越来越喜欢孩子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 你也越来越不相信男人 就是很矛盾 小的时候 一般是你最想嫁人的时候 但是年龄不到 一般都是上高中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那种 好想嫁给她的冲动 那一般对方都是那种 爱打架刀的小混混 就是你以为 她这一生都将这样 叱咤风云下去 结果高中还没毕业 就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等过几十年 你再见到她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你这一生啊 就是被法定结婚年龄 给救了 就是 就是 就觉得越长大 越恐婚 跟电视剧脸的都不一样 我相信 就是电视剧里经常出现一些情节 就女的 经常问一个男的 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 你是不是没打算娶我 你就感觉女的都好爱结婚啊 或者是一个女的被求婚了 就很激动 很惊讶 就会这样 就那个惊讶的程度 感觉她不认识这个人 你知道吗 就是 她走着走着 突然一个陌生人出来 非要娶她 那种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没有见过我一个朋友 被求婚那么惊讶 我的朋友 如果他们男朋友 又突然变得鬼鬼祟祟的话 他们都会开始变得特别紧张 就想说 不是要求婚了吧 然后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只是劈腿了呀 吓死我 你知道在一场求婚里 真正开心的 只有路人 因为跟他们没有关系 他就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有些人也不知道为什么闲 这么闲 然后在街上 看到有人求婚 就会停下来 就不走了 然后他根本就不了解 这个男的是什么样的人 他就会不负责任地鼓励你 嫁给他 就在旁边那样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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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女的说 但是他有的时候喝多了 会打我 你知道吧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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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也没有那么爱结婚 你想结婚对我们有啥好处 你想想 你还是要继续工作 对吧 然后你还要承担更多的家务 可能比原来 而且运气不好的话 还可能遇上家庭暴力 然后到时候吧 你打也打不过他 想要离婚吧 还有一堆人劝你 为了孩子忍一忍 就感觉跟劝别人结婚的是一拨人 就如果这样的话 你下次再看到别人结婚 你也不要喊什么嫁给他 你就直接喊忍一忍 一步到位 你就在那 忍一忍 忍一忍 为了孩子 忍一忍 女生谈恋爱一定要谨慎 因为可能谈恋爱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尤其是分手的时候 我就看过那种新闻 就是说 一对情侣 女生要分手 男生不同意 然后不开心 不愿意 不甘心 最后怎么办 把女生从楼上推下去了 所以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从来不去高的地方 觉得很危险 男朋友跟我说 今天晚上上天台看流星啊 我就说看流星可以 上天台就 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他说 那你说去哪 我觉得 这个地下室就不错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女的 更有理由恐婚 男的凭什么恐婚 对吧 你想离婚的时候 起码还能离 一个女的要想纠缠你 能怎么样 她做不了什么 她无非就是哭 闹 或者是 给你生个孩子 对吧 都是一些 微不知道的小事嘛 而且有了孩子以后 也是对你有利的呀 因为你就不用对他好了 因为不管你怎么对他 他都得为了孩子 忍一忍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杨丽 大家好 我是杨丽 还是受影响了 受影响 就是都在录节目嘛 然后真的是很不适应 最不适应的就是化妆 尤其是我们女生 化妆时间又长 你知道吧 每次都化两个多小时 我平时就化十分钟 我就出门了 所以我现在化妆 我连坐都坐不住 你知道吧 我平时在家 我都是坐一会儿 躺一会儿 劳逸结合那种呢 就是这种强度 我真的受不了 就两个小时 我都有一点理解了 为什么有一些女艺人 显得那么没有文化 天天这么化妆 哪有时间学文化 而且你知道我认识的 有文化的最有名的 那个脱口秀男演员 你感觉他每天清醒的时间 都不到两小时 最可气的是啥 就是我坐半天化完出来 这些男演员见到我 第一句不是你真好看 而是你化妆了 我想请问有哪个女生 化妆就是为了 让你看出她化妆了 你疯了你 就是你知道 正常的流程 应该是我一出来 然后你们就说 你今天真好看 然后由我来说 那是因为我化妆了 但是现在我一出来 你们就说 你今天化妆了 那我咋办 我只能说 对 我今天真好看呀 你知道我长相 虽然不丑 但是 怎么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能当艺人 就在我的印象里 都是那种 长得特别好看的人 才能表演 你知道吧 我唯一一个跟表演有关的梦想 就是我想当演唱会 后边那个半唱的 就是当那个主角 站在舞台的中间 然后各种灯光 滑服打在他身上 然后各种辉煌 然后我就站在黑暗中 穿一条黑色的裙子 一直这样 然后当那个主角 唱累了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 我说这个挺好 这个看起来工作量也不大 对吧 就是 但后来也没做成 你知道吗 因为我长相 虽然过关了 但是我五音不全 我从小就知道 我长的是那种 很普通的人 你知道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喜欢上温班一个男生 我特别喜欢他 正在我鼓足勇气 要跟他告白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来到家告诉我 他说 杨丽你知道吗 你暗恋的那个谁谁谁 和咱们搬花好了 你知道当时我特别难过 我想说 咱们搬花 不是我吗 你们能体会我那种难过吗 我当时觉得不可能啊 我就是我们长得最好看的呀 我妈就这么跟我说的 我妈妈 不可能骗我呀 你知道 就是长相普通的女生 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我们都爱看偶像剧 因为偶像剧 会让我们变得很自信 就这种剧看多了 导致我在那种 长得很好看的女生面前 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 你知道吗 我都说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不过就是个配角而已 我才是故事的主角 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偶像剧里的主角 一模一样 不仅长相平凡 而且脑子还不好使呢 你知道他最爱人的是 他会灌输给你一种 很奇妙的价值观 你知道吗 我从小就觉得 一个女生要是想嫁给白马王子 走上人生巅峰 拥有幸福生活 不用掌握任何生存技能 这样善良就好 跟你说我超善良 然后现在剃了头就能出家了 而且 而且善良可能对你的生活有很多帮助 但是对你的择偶没有任何帮助 你知道吗 因为你没看过一个女生在夜店 你知道吧 跳着跳着舞 然后一个帅哥走过去 他就说 哎呦 我去 今天 我一定要让他见识一下 我的善良 乱扔垃圾 No No 没有任何作用 而且随着越长大 我们对外貌的焦虑越来越重 有一阵我每天出门 都要带一本书 不是为了看 就是为了显得我与众不同 尤其是坐地铁的时候 你坐着坐着 然后就一堆女的就进来了 长得特别好看 腿也好看 脸也好看 头发也好看 哪都好看 但这个时候我一点都不慌 我就拿出我的书 站在他们中间 心里充满了自信 想说 你们虽然长得好看 但是我拥有灵魂 真的就是 而且你就觉得 我是不是做什么 都是为了取悦别人 而且现在有些男的也这么想 你知道吧 我有一个朋友 男生 他有一天跟我说 杨丽 为啥我从来没有嫌弃过 我女朋友胖 她依然要减肥 我说 是因为你女朋友减肥 不是为了取悦你啊 女朋友减肥 是为了换了你 你以为减肥很简单吗 你知道我们女生 站到跑步机上 那一刻就觉得 今天的运动量 好像够了吧 再动可就要出汗了 妆就花了 她为什么要减肥 她一定是晚上的时候 睡不着觉 你知道吧 看了旁边的你一眼 更睡不着了 像说 我的人生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我到底哪一步走错了 我真的得赶紧减肥了 要不然最后 真的要嫁给她了 我真正开始 有一点自信以后 是我开始说脱口秀以后 我觉得我长得挺好的 你知道吗 但是我不是说她们长得难看啊 对 哇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长相是那种 你知道刚刚好 不会被别人忽略我才华的程度 尤其我是做喜剧的 我不能再好看了 你知道再好看我就不好笑了 现在就有些过分了 我觉得 就是限制我 所以我现在 这么满意 我没事就对着镜子 端详我自己 我想说 长得这么普通 真好 这要是长得无心那么好看 这辈子不就毁了吗 然后现在我就是 从事脱口秀嘛 然后就做演出 总站在台上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 可能偶像剧里 不像我想的那样 全是骗人的 也许长得普通 真的不能嫁给白马王子 但是长得普通 可能真的也能当主角 哪怕只有几分钟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杨丽 然后 今天的主题是 要做生活的甲方 真的 很鸡汤 就感觉是导演组 从某个观众行文章上摘抄下来的 就是那种要做生物的甲方 要做情绪的主人 这种 就是一些美好的愿望 但这句话 就让我想起 我妈常说的一句口头禅 我妈是养猪的 养猪养了十几年了 所以我妈的口头禅 跟别人不太一样 她不是说什么 爱拼才会赢啊 努力就会有收获啊 我妈的口头禅是 这人哪 就跟猪一样 你知道 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才十几岁 然后 我当时都特别不明白 我说 为啥呀 为啥人就跟猪一样 人咋就跟猪一样了 我妈说 这你都听不懂 你真笨 笨得就跟猪一样 但是 明不明白 可以先放一边 这句话真的特别有用 你发现你要相信这句话 你的人生 从此不再拥有任何烦恼 前一阵儿 我爸 他有一个朋友去世了 然后很难过 就在那哭 然后我妈特别温柔 就过去安慰 她说 老杨啊 别哭了 别多想 这人哪 就跟猪一样 你知道我爸那个脸色 就跟猪肝一样 但是 但是其实你不能怪我妈 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么强悍的人 你知道吗 可能是跟他做养殖有关 可能时间长了 就会对生命变得比较麻木 你知道吗 就是 他手上有一个特别深的疤 但不是什么割腕留下的 是他几年前的时候 有一次在给猪做烟割的时候 然后有一只猪 不知道为什么就拼命地反抗 不知道为啥 可能想做生活的甲方吧 对 你知道就 拼命地反抗 然后就把那个刀子踢偏了 然后我妈就割伤了 留下了一条疤 你看这个故事 你猛一听完 你都不知道我妈和猪 到底谁更值得同情一点 就到现在了 我妈烟猪这件事 还是亲力亲为 我有的时候看到他在那咔咔 我都觉得 说什么金国英雄 让雄性黯然失色 我妈让雄性 不再是雄性 我妈是那种 就一心都扑在她的工作上 导致她有点忽略我们的感受了 然后很过分 因为她是这样 她养猪养得特别好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村 谁家猪生病了 都会来找她 来探讨病情 但是经常是在吃饭的时候 你知道吗 然后吃着吃着 你就看见一个标形大汗 推门就进来了 特别焦急 说嫂子 我跟你说 我家猪又拉稀了 她给我吃饭呢 再不算过分 最过分的是 我妈这个时候 问出我童年中 噩梦般的一句话 她会特别 胸有重铸地说一句 拉啥样的 然后 然后那个人就开始 一顿描述 你知道吗 也说不清楚 就在那挺稀的 但是也没那么稀 就是那种混合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 你知道 我就会把我的粥端过去 我就说 别说了 是不是这样的 别绕了 一边说吧 太狠了 就是 真的很强悍她 而且 我不知道 就是 你们父母 是怎么培养你的 我妈培养我的方式 也很特别 你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在初中的时候 他们都给你报了什么兴趣班 但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妈 非要教我如何给母猪接生 我说 妈 我不想学 她说 你学一下吧 你看你长得这么普通 将来需要一门手艺 傍身的 你知道吗 所以 所以从那以后 你知道我每天晚上就很努力 你知道吧 努力学习母猪的产后护理 第二天上课特别没精神 老师说 你这么没精神 你干啥去了 我说我去给母猪接生了 她说你咋不说 你去给恐龙复旦了呢 谢谢 没有人相信 你知道吗 主要是最残忍的是什么 就我当时十几岁 花样少女 每天就是想着谈恋爱的年纪 但我每天晚上 不是在给喜欢的男生写情书 而是在给猪捡旗带 同时捡断的 还有我对爱情的旗带 真的 有的时候你知道 你还会一边捡 一边念的 就像你们那种摘玫瑰花瓣一样 我就是摘猪 你知道吗 就生一个就 她爱我 她不爱我 她爱我 她不爱我 诶 怎么不生了 快加油 再生一个 再生一个 她就爱我了 yes 生了 我就知道 她肯定爱我 爱我这个真正的猪猪女孩 就是你知道 你也很无奈 你也没法怪我 因为我妈真的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 她 她这样 尤其是跟我爸相比 就在我们家是这样 我们家的分工是这样 我妈 要负责做很多事情 就你肉眼所看到的家务 都是她做 比如说洗衣 做饭 养猪 养孩子 还有抽时间 和我奶奶吵架 你知道吗 就是 我爸 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做自己 就每天 啥也不干 一有空 就坐在沙发上 做自己 你怎么爱做自己 你咋不去搞说唱呢 我妈 我妈就是 连电汉都精通 我爸连猪圈都不进 你知道吗 她还有理由 说自己天天在外边跑 身上有细菌 会传染给猪 你听听 她怕传染给猪 都不怕传染给我妈 因为她知道我妈真的特别强悍 然后我妈现在也六十多了 我平时很少跟她聊天 但是只有当我特别焦虑的时候 我会跟她聊一聊 比如说前一阵我们就聊到 我就说我很想生孩子 但我特别怕照顾不好他们 然后我妈听完就说 没事 你生完交给我 我喂猪的空隙就帮你喂了 真的 特别爱惜 就是你们眼看出来 我就是那种会莫名其妙焦虑的人 我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比如说我现在连男朋友都没有 我就开始担心孩子了 急得都不顾流程了 我就很佩服我妈 我觉得我就这样不好 我就是太希望什么事情 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我觉得这样不好 我以后改 我向我妈学习 我觉得生活一切就随她去吧 我不想做生活的甲方了 我只想做一个 简单快乐的猪猪女孩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杨丽 这是我第二次录特朗球大会 上一季我也录了 大家应该认识 应该看过我吧 如果你不是只看了半决赛和决赛的话 那你应该就看过我 对 我上一次参加了四次 四期得了两次倒数第一 然后本来以为录节目嘛 能收获一些名啊 利啊 那结果只收获了两次倒数第一 但是我虽然没有进半决赛 但是大家都认识我了 然后也记住了我的段子 所以他们私下见到我的时候 都会特别热情地说 杨丽 你为啥没进半决赛呀 是因为不喜欢吗 我能看出你们有的人 连这个段子也忘了 你知道吗 也是录完节目们也会接受一些采访什么 但是我真的不适合那个工作 因为我发现我会很有那种冲动 说出一些特别不合适的答案 就他们问完一些问题以后 我特别下意识地想说 关你啥事 你知道 但是我忍着 我跟你说艺人不能加 你知道 而且他们有的问题真的太难了 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比如说 为什么这个行业 女突口秀演员这么少 我哪知道啊 问我干嘛 你咋不直接问我这个世界贫富差 就为什么这么大呢 这太难了 我要为这个事负责吗 又不是我把其他女演员挤走的 你去问斯文呢 而且我没想到 他们今天连斯文都想挤走 而且就这几个女演员 你们还分不清呢 录完以后有多少人来问我 我说你在车间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一个行业女生少 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吗 很多行业女生都少 比如说在现在最现代化 国际化的行业 复仇者联盟里 最开始六个超级英雄 是不是也只有黑寡妇一个女的 而且这个组织还敢叫复联 最令人生气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你知道黑寡妇的超能力是什么吗 我特意去网上查过 黑寡妇啊 她因为被苏联的军方 特别精密的基因技术 特别用心的基因改造过 所以她衰老的速度比别人慢很多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超能力是要怎么拯救世界呢 是把坏人活活熬死吗 没有了 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别的努力的 他们除了严缓了他的衰老以外 他们还顺便给他做了绝育手术 我真的忍不住要怀疑了大哥 你改造他真的是为了让他战斗吗 你就是想留住他的身材吧 你要是为了战斗 你就把它改成灭霸那样呗 那战斗力多强啊 而且跟绿军人谈来还特别般配 如果结婚 如果结婚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就是为什么大家对女性的幻想就永远是年轻 漂亮身材好 为什么女英雄她就不能老呢 她怎么就不能是老人 她为什么不能六十岁 对吧 你知道吗 就是宝金沧桑 利金风霜 头发滑白 两眼放光 一些高级的喜剧技巧 她身材虽然不像原来那么完美了 但是她往那一站 一人很有气势说 我看哪个孙子要毁灭地球 先问问奶奶 我答不答应 你看啊 她叫别人孙子都不是为了骂人 只是单纯的出于年龄和背后的东西 多酷啊 但是就不能这样拍 这样拍观众就不乐意了 观众会说 我不想看这个 我想看的是黑寡妇不是真寡妇 就是不要这样 不要对我们这么苛刻 而且你仔细想想 黑寡妇就注定是真寡妇 因为她太能活了 没有一个男人能走在她后面 但是我虽然老抱怨 我作为一个女生 我有时候想要这些 我就很烦 但我其实知道 我其实处境没有那么惨 我有很多选择 只不过我没选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节目 我就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我努力写 写不出来硬写 像这些男演员一样 但是 但是其实我也可以选择不写了 我就直接不写了 然后等有空的时候 去敲李戴的门说 我写不写了 我写不出来 喜剧太难了 收 对 你再也不开门 我就去敲成路的 成路也不开 我就去敲建国的 我一路敲到底 敲进总决赛 脱口秀 敲门人 开玩笑的啊 不能这样 这样就不公平了 我们一定要凭实力 站在这儿 凭实力战胜他们 如果实力不行 我们就靠运气 如果运气还不行 我们就靠寿命嘛 像黑寡妇一样 我们好好活着 对不对 而且你看这些男演员 身体也都不太好的样子 吓死吧 吓死吧 可以吓死吧 将来有一天 就要轮到他们来问我 说为什么这个男演员 这么傻 我就可以骄傲地说 都被我熬死了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杨丽 对 我又来了 跟去年一样 我还是单身 就是我也单身太久了吧 我觉得自从做了这一行以后 对我的感情生活 就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就是我真的是不懂 我为什么会单身这么久 我觉得很多男生 可能都有点误会我了 他们就觉得 我天天在台上讲段子 感觉很凶 好像很喜欢攻击男生 我是不是讨厌男生 没有 恰恰相反 我是因为喜欢你们 才攻击你们的 真的 我太喜欢你们了 我喜欢你们喜欢到 我都不忍心谈恋爱 因为我没有办法 在众多的你们当中 选出一个 我会想说 像男人这么美好的东西 竟然还要选 你知道男人不光美好 还特别神秘 就是宁愿也猜不透 他那小脑瓜里 到底在想一些什么 就是他明明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就是 就是你在这个台上 看到很多 很奇形怪状的男演员 但是我跟你说 他们其中 没有任何一个想过 说我这个长相 要是上电视的话 是不是得稍微整整容啊 过来 过来把头低了下来 我从小就很困惑 你知道吗 每个班都有那种女生 他学习成绩很好 他每次都能考85分以上 但是他就是不开心 他就想 为什么我没有考100分 但是有些男同学 他就能考40分 但是他可开心了 你感觉他拥有全世界 他能拿着那张卷子 在班里来回穿梭 好像在说 你看我就考40分 你看 我是个傻子 还有 还有男生跟女朋友 吵架的时候 他们特别爱说 说能不能 不要这么无理取闹 能不能理智一点 我每次都想说 大哥 所以你觉得 他当年之所以 选择跟你谈恋爱 是因为他比别人理智吗 而且谈恋爱 为什么要是理智的 谈恋爱要是理智了 跟单身有什么区别 他要是想理智 他要是想展示 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文化知识水平 他为什么要谈恋爱 他去工作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他每天跟你谈 他每天下班以后 都跟自己经理谈一谈 说不定还能谈成副经理 所以我就特别不认同 保持联系 保持距离这句话 我觉得真爱 就是没有距离 没法保持 就即便是交朋友 我们必须也得 全身心地付出 无条件地和彼此站在一起 你们知道 我这辈子说过的 最刻薄的话 是对谁吗 就是对我闺蜜的 男朋友的前女友 就是这个女人 我不认识她 但是我恨她 就是我跟我闺蜜们去聚会 然后我就看见 她在刷一个女生的朋友圈 我就看了一眼 我说这是谁啊 长得真好看 然后她说 这是我男朋友的前女友 我立马就改口说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我说 我说长得这么好看 性格不可能好 性格决定命运 她命好不了 她叫什么名字 听说好像叫瑶瑶 我说叫瑶瑶的 能有什么好人呢 然后另一个朋友说 可是我女朋友就叫瑶瑶 我说那对不起了 那今天就必须得 牺牲你女朋友了 今天我们对瑶瑶 就是要赶尽杀绝 因为我们女生 交起朋友来 就是这样 没有理智的 但是你们试过 和男生倾诉心事吗 我试过 有一次我失恋了 我就和一个男生朋友说 我说我失恋了 她跟别人跑了 然后那个男生朋友 跟我说 那也是没有办法 我一直就觉得 她很优秀的 你有点配不上她 我说那你当朋友 才跟你说的 我说你别拿我当朋友了 你拿我当个人吧 一个有感情的人 我就想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这些男的 一定要这样 我后来想明白了 还是因为你们啊 特别自信 就像我们女生 我们就知道 我们自己说的话 不重要 没有人在意 除了朋友在意 没有人在意 所以我们就是 朋友怎么开心 我们就怎么说 但你们男生不一样啊 你们是世界的主角啊 你们永远站在 世界的中心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特别重要 都是至理名言 都为这个世界 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所以你们会想说 啊 这个人只是单纯的 来找我倾诉心事的 不可能 他一定是想 从我身上 学到一些什么 然后 你们就会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 教给他们人生 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男的 现在加我杨丽 大家好我是杨丽 高到半决赛了 不使劲不行了 你们也能看出来 今天我这个劲 都使到造型上了 有点越努力 越心酸的意思 他们跟我说杨丽 你这样做会特别像 乘风破浪的姐姐 结果我现在 我觉得我特别像 赛车场上的女郎 赶紧我手里 就插一个小旗 准备随时说 ready go 录节目真的改变了 我很多 我尝试了很多 新的东西 你知道上一季 我录节目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那么认真的化妆 你知道当我坐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那个 花了两个多小时 化上了全妆 带着完整妆发的我 脑子里就闪过四个字 就是没有必要 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们这种 常年不化妆的人 突然第一次猛的一化妆 就会显得年纪特别大 你知道 我当时那个蓝色 小碎花一穿 然后那个头发在那一卷 你就感觉 我今天不是来说脱口秀的 我是来参加婚礼的 参加的还是女儿的婚礼 我仿佛就看见时尚之神 就算不远处向我招手 只不过是以交警的手势 说No 我大概真的很难洋气起来了 比如说上节目 上大学都没有改变我 然后大学是在一个 设计学院学设计 我跟那个学校 真的是格格不入 开学第一天 我就听见一个同学说 他家养猪 我听完贼兴奋 因为看了我的观众知道 我家是养猪专业户 你知道吗 我当时想说 这就是同道中人哪 我说你家养猪 我家也养猪 他说是 我养的是荷兰猪 他说你呢 我说我家养的是 河南猪 他说可爱吗 我说好吃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 你知道我就是 不管我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骨子里永远是个农民 平时为什么我老穿T恤 牛仔裤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好看 而是因为我潜意识里 觉得这样穿干活方便 就是我穿个宽松点的裤子 卷起来 我就可以去插秧了 不时尚这个事 真的也不能全怪我 我从小到大 对衣服就没有自主选择权 你知道 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买过 一件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买的所有衣服 都是我妈觉得 面料好的那一件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衣服 只要到我妈手里 她只要轻轻那么一搓 她就知道面料好不好 我想说你那个手 是质件仪吗 直到有一天 我看见她跟导购在聊天 你知道吧 她说这两件衣服怎么办 那个导购说 这件两百 这件一百 然后我妈说 杨丽 这件面料好 她说你摸 你看 特别轻薄 我说是 那一张一百的 肯定比两张一百的 摸起来轻薄 拍灯 没人拍灯 我觉得杨姐 讲得特别好的时候 手部动作会非常丰富 她会这样一直切 所以你知道 我每次看到那些 打扮特别夸张的 那种时尚潮人 我都特别羡慕 我说人家怎么就 活得那么潇洒 那么自由 难道他们都 没有父母吗 她全身上下 从头到脚 所有的东西 都在向你传达 一个信息 就是这辈子 有没有人管得了我 别说你了 连精神病院 都不敢抓我 然后我就只能 悄悄地溜过去 说我的衣服 面料好 我还特别羡慕 那些时尚超模 不是因为我觉得 他们品味好 而是因为我觉得 他们身材好 就是足够平 我太想拥有这种身材了 我这种身材特别酷 你知道吧 就显得这个人 特别有骨气 就是他身材 存在的本身 就表达了一种态度 就是对男人的 不屑一顾 所以他从你面前走过去 他都特别骄傲 好像在说 你看什么看 你越喜欢什么 老娘越不长什么 我好恐惧 我一样 翻上去 靠这个翻上去了 这个我觉得很稳了 我觉得很稳了 你们是不是常常听人说 时尚是一种态度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态度 就是这种态度 我现在也想开了 你知道吗 什么时尚不时尚的 我觉得不时尚就不时尚的 不重要 因为那些时尚的人士 你看他们 他们都显得特别不开心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拍照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你就感觉精神状态非常差 感觉每个人都是张博洋 你知道吗 拍照的时候 就是 拍照的时候 随时都在说 哦 不行了 生活让我头痛 别说了 我准备要退赛了 只有这样 你才能时尚起来 你知道很积极阳光的人 是很难时尚起来的 没有一个超模 在拍照的时候 内心就是忽然 然后就说 我一定要赢 你这是太厉害了 这件衣服棒 不够棒 而且它面料好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进半决赛了 两季了 我终于进半决赛了 我这一季 也有点表现得太好了 从来都没输过 目前 段子也很火 黑寡妇 但是我也因为这个段子 挨了很多骂 就是他们 很多人说 我在黑黑寡妇 你听听这话说的 你感觉我是个流氓 在调戏寡妇 我说黑黑寡妇 现在就是你提谁 就是黑谁 你知道黑寡妇 它就是一个电影形象 它都不存在 你提它都是黑的 提真人就更不行了 上一季我也挨骂 因为我也讲了一个段子 讲了一个偶像 抽烟的事 然后就有好多粉丝 就来骂我 就对我进行各种诅咒啊 脏话 说我又老又土又丑 我就不依附数了 反正就是一些 我根本不在意的事情 然后 还有人说 我人品不好 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没有底线 为人恶毒 我当时觉得 现在这些年轻人 年龄不大 看人倒是还挺准的 其实我也没有 真的很想说这个事 我也觉得很无聊 但是因为就比到这儿了嘛 第九期了 我也是真的 有点不知道说啥了 我就想我去微博上 看看什么私信什么的 就有一条说 怎么 今年不靠黑我们弟弟 来博眼球了 看完以后我就觉得 也是个办法 与其江在这儿 不如博一博 所以 你们应该也看出了 我这个人人生 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我这个人说话做事 不光不留遗憾 我都不留余地 不就是死吗 我怕吗 我怕 死可太可怕了 你们死过吗 应该没有 你知道 就是 我前一阵做了一个手术 很小的手术 但是因为你知道 我没怎么做过手术 我上一次做手术的时候 还是我一个礼拜前 整容的时候 你知道 没有 我没怎么做过手术 真的是很小的手术 我长了一个子宫内膜吸肉 就只要把它切了就好了 然后你就也没有任何后遗症 你整个人 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你知道 但当时你知道 我的胆量 都不足以支撑到 听完医生 说完整个结论 他刚说 你的子宫里 讲了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说 完了癌症 因为你知道 以我的性格 我的前半生 一定干过很多 值得报应的事 我就想 啊 有的时候 真的不应该那样 我不应该在台上 这么说人家来着 我就开始回忆 我人生做的 每一件错事 一件一件 仔细地忏悔 然后这一天就过去了 然后我还跟你说 杨丽不能再忏悔了 再忏悔 这辈子就过去了 毕竟可能你这辈子 也没剩几天 然后我还想 我真的应该 好好保证 我的身体来着 我不应该 老出去喝酒 我现在才明白 那些老叫我喝酒的人 也不一定是喜欢我 可能单纯地 只是想害死我 最让我难受的是 我想到 以后再也没有人 听我说脱口秀了 我也没有人 我也不会出现在 脱口秀里了 我只会出现在 一些各大公众号的 养生文章里 文章的标题 我都猜得到 应该就会叫 熬夜究竟有多伤身体 脱口秀黑寡妇 熬走别人之前 先熬走了自己 就是相比于 心疼我来说 大家更想在我的死亡上 总结出一些先进经验 但我发现 死好像也有好处 就是在你临死之前 你就解脱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在我误以为 自己得绝症那几天 是我人生中 过得最痛快的一个月 我说话 根本不过脑子 你知道吧 我想说啥就说啥 我朋友有的时候说 你这么说话 有点伤人了 我就说怎么 那你会死吗 谁我都不放在家里 连客户我都不在乎 客户说杨丽 我觉得你这个段子 有点不是很好笑 我说那你找找 你自己的原因吧 谢谢 所以啥别人都觉得 好笑 就你觉得不好笑 不好笑 不好笑 别合作了呀 我的人生差你这点钱吗 我人生差的是一个奇迹 你有吗 但是因为子宫内膜吸肉 是一个有点妇可病 毕竟我还是一个少女 所以我每次跟他们聊到 我的病情的时候 我都说得很模糊 也不是很明白 所以他们就只知道 我的肚子里长了一个东西 所以过了几天以后 所有人都在传 我怀孕了 听说是Rock的 好哦 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 给我们的孩子起名字了 然后那个架势 我觉得哪怕我今天 得的是一个结石 这个结石取出来了 都会被他们强制地命名为 小Rock 对不起了Rock 我就是想赢 因为我已经是 死过一次的人了 就是我已经明白了 人生都有可能随时遗憾离场 所以这个比赛 我一定不能遗憾离场 我想通了 虽然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 但我不能害怕 我一定要像我永远不会死那样活着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最后一期了 决赛了 我真的没想到 我真的能进决赛 我当时说我要一路 敲进总决赛的时候 不是这么想 决赛了 我觉得我必须要讲到 我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了 就是谈恋爱 我这一期怎么搞的 我都到决赛了 我竟然没有讲过谈恋爱 我明明最擅长讲谈恋爱 而且我就真的喜欢谈恋爱 我根本不喜欢脱口袖 我就喜欢谈恋爱 我从小就这样 而且我谈恋爱特别投入 从小就这样 我都不用真的谈恋爱 我只要开始暗恋别人 我的学习成绩就会直线下滑 从全校第五十 马上调到第五百 我妈说咋了 这孩子 你是不是沉迷游戏了 我当时想说 是 爱情这场游戏 好吧 她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想各种办法 然后就天天比我喝牛奶 天天比我喝牛奶 结果越喝成绩越差 因为她不懂 牛奶喝得越多 我的身体发育就越好 我身体发育得越好 我就越想谈恋爱 而且我谈恋爱有一个原则 就是我一定要主动地追求别人 因为我只想和我配不上的人谈恋爱 就是当我和我男朋友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不想听到别人说什么 他们两个看起来好般配啊 这是男才女貌 我觉得不好听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 先沉默 然后过了几秒钟说 这个女的有点东西 还有好多这种劲儿的东西 这是我的梦想 你知道吗 因为你想谈恋爱真的太好了 谈恋爱就是怎么都是好 不管你谈得好或者是不好 都一定是好事 就如果你谈得很顺利 你就很幸福很开心 然后你最后就顺利地结婚了 但如果你谈得不好 也是一件好事啊 我从小就一直在幻想 如果我男朋友出轨了 当街被我抓到 该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 就是我这辈子就没那么有理过 你知道吧 我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无情地指责他 侮辱他 他没有办法说任何事 他见到我的时候 那瞬间一定很慌张 眼神里都充满了恐惧 你知道吗 说话都开始结本说 我啊你啊你不要为我们只是朋友 这个时候我根本就不听他说什么 我一甩我的秀发 然后BGM就在我身后想起 就是那种 咚咚咚 为所有爱执着的痛 这多好啊 这才是生活 你说你谈恋爱涂啥 不就涂个热热闹闹吗 所以我跟很多女生一样 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逛街 不一样的是 他们都是和男朋友一起逛 而我是自己逛 我就不信我抓不到 真的 失恋也不可怕 没什么被抛弃也不可怕 你们看过电视剧吗 你们发现电视剧里 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主角走上人生巅峰 都是从失恋开始的 就她都是先是被抛弃 被伤害被欺骗 然后就突然就奋发图强 换了一个发型 然后就 就每天发奋图强 变得又有钱 又漂亮又成功 所以每次我朋友跟我说 杨丽我男朋友好像在外面有人了 我都说恭喜你啊 姐妹 你好日子在后头呢 但我觉得 说了这么多都白说你知道吗 我最近觉得 我已经没有资格谈恋爱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不会有人再爱我了 因为我最近睡觉开始打呼噜了 可能我很早以前就开始打 只不过这几年一直没有人有机会听到 谢谢你们 你们不懂 打呼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他是一切浪漫的终结者 女生打呼 打呼就跟攻击打鸣的原理是一样 就是都能让一个男人瞬间清醒 前几天吧 因为进了决赛了嘛 我就很开心 然后我就想说 叫几个朋友去喝酒 庆祝一下 然后我就喝的有点多 结果就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男生 送我回家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衣着整齐地独自在床上醒来 然后我就给那个男的打电话 我说 首先是这样的 我非常敬重你的人品 我说以后你在我心目中 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了 但是我依然想问你 Why?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with you? 他也很诚恳 他说我本来也想了说 要不要来留下照顾你 毕竟你喝了那么多 你知道吗 我感觉你要睡着了 吐了再把自己枪死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没过几分钟 你就开始打呼了 而且你越打声音越打声音 我觉得这么粗壮的喉咙 应该是枪不着了 但是 他说 你怎么能打那么大声 有一个电影叫集结号 你看过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年纪轻轻 我还没有谈恋爱 我就开始打呼了 Why?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with me? 你们是不是想不通 为什么要一直说英语 因为我不管要打呼 我还要打广告 这个广告还顶呢 512 Talk在线青少年 这些人外国老师 一对一教学 青少年的时候来学 长大以后 连打呼都是纯正的英语 现在下载512 Talk APP 还能免费试听 我终于念到商务了 一记了 这是我第一个商务 别人都念过 结果我没念过 我想说我一点商业价值 都没有嘛 反正这个比赛呢 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就这场演出 应该就是我这个比赛的终点 但是 我会让它成为 我人生的新起点 我以后人生没有比赛 我只有两件事 就是谈恋爱 和念商务 而且这两件事 排名不分先后 谢谢大家 我是杨利 真是有点大起大落 有几期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相对其他演员 可能他的表演手法相对单一 因为我线上的经验太少了 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去表演 我们平时演出 只有舞台上有一束光 但是在现场 那个场子会更大 非常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你先要把观众注意力 留在你身上 然后它又离你很远 爱情这个主题难写吗 不知道 我不了解这个世界 就是因为好久没谈了 你才会带爱情有很多想法 但是只停留在想法 都没有机会去试验 我得讲完以后 我才知道别人的想法 是不是跟我一样 成绩我们也控制不了 所以我觉得 我只要演好这场演出就行了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我演了以后 大家觉得 我真的是一个图路球演员 好 相机 有 traders